南投市永兴里产业道路的排水沟 因排水沟较小影响排水 另外奉明里产业道路连久失修 路面多处回顺 对此经过地方沉寝后 县员张家哲、立委许舒华等人 日前也协同县长林明珍前往实地会刊 边路边要做白水沟 白水沟本来有做 但是胸部已经炖了 水沟也太小 所以要重新再拆除再做新的 还有我们奉明里这条山脚道路 这些水泥都破裂了 所以需要重新铺设在AC路面 所以大概做两条路的总经位 要150万左右 我们为了地方农民的需求 这个都有必要来做修复 县议员张家哲感谢林县长 对于地方的关心、体恤、农民的辛苦 考量使用道路的安全性 特别前来会看永新里 排水沟及凤明里产业道路的改善 期盼在改善后 能够大大的保障他们的通行安全 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 特地来到我们南投市八卦山脉的 永新里还有凤明里 针对不管是排水沟的工程 或者是我们产业道路的工程 而现场也体会到我们这个山上很多 从事农业耕作的这些农民们 平常在使用道路上需要更加的注意 因为有时候这个运输这个产品 农产品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危险性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程 希望让我们这些农民 平常在运输各项的农作物的时候 可以更加安全 县长林明珍在会谈后也表示 这两处排水沟改善工程 以及路面改善工程 总金费约150万元左右 为了地方的需求 会紧述请县府相关单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